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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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曾经你说过 就这样运气到老 谁都不许逃跑 红着脸点头 假装没烦恼 最后用沉默 换一点浪漫 我关掉手机 自己煎熬 不打扰 答应你了 不想再回头 假装忘掉 已经这么久 如果出现 还要离开 我不想再猜 到底你有什么好 只因为是你 才爱的从小 你听我解释 他其实 你不会想说这是苏元做的吧 刚才在办公室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是你拍着胸壶保证 说你发给两个老总的方案 是你呕心沥血的成果 买门票就同程 打开微信支付就能定的同程旅行 邀您收看小风报 你那么费尽心思 查人家姑娘干吗 都是公开信息 在私密的我也没办法插手 她跟秦盛生关系怎么样 林沃她确实是秦盛生的女儿 林是随了她妈妈林心的心 大约十年前 秦盛生和林心离婚 听说是因为她的助手郑婉盈的介入 之后林心带着女儿来到广州 三年前林心去世 秦盛生和林沃的关系转落 虽然妇女见面不多 但秦盛生时常派人监控 看得出来她还挺在乎她女儿的 不过林沃好像很反感秦盛生 对她的生活直手滑脚 几乎每次妇女见面都会不涵而散 闹得最厉害的一次大概是 林沃毕业那年 秦盛生托关系 给她弄进一家大公司 林沃还以为是凭自己的本事考上的 结果知道真相后大闹一场 从此两人就不愿再见面了 还有 之后 林沃去了一家叫方达的小公司 还把她满了下来 出了问题以后又卖掉了 对 有件事挺奇怪的 林沃脱手方达似乎和秦盛生有关 你是说 喂 你好 是周总吗 我是林沃 虽然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合作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了 在事态进一步发展之前通知了 周总 周总确实是秦盛生多年的好友 但是林沃已经识破一次 也拒绝了她的投资 那是 微微安 有消息来源 但不能确定 秦盛生很聪明啊 安排微微安暗中帮助林沃们 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微微安曾经一手创办方达 最后接手 合情合理 验证真假 还需要一段时间 说真的 你跟这姑娘到底什么关系呢 还有 大龙 秦盛生 这名字我怎么总觉得有点耳熟啊 当年突然从秦润撤资的公司就是大龙 秦盛生就是害死我妈的凶手 不是 高山你真为了这事回来的啊 多少年了你还放不下啊 我真是疯了你 你是我唯一还联系的同乡 我们家当年发生了什么 你也应该都清楚 你觉得我能放下吗 高山你觉得为了过去的遗憾 有必要搭上将来吗 心里没过去就不算过去 我的时间从我爸跳下那刻就兴致了 思洋 也就是跟你 我还能说两句心里话 好吧 信息追踪算是我的本质 不是 正好这段时间辞职跳槽 就当是报答当年打游戏 你帮我扛伤害追妹子的恩了 不过我得提醒你 千万不能做出阁的事 我有第一老同学 帮我盯紧秦深深的行踪 酬劳我按小时付给你 得了吧你 算我倒霉 对了 我盯老秦 你干吗 去找那个能够答案的人 我想 我拿到了打败秦深深最有力的武器 你打算做什么 像他毁掉我人生那样 毁掉他的人生 贾先生 我都到门口了 放心吧 肯定找到你满意的人选 一会儿见啊 唐鹏先生 报件已经订好了 这边请 还听讲究 小飞扬 我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约你来那儿 你约我 你就是那个贾先生 不是 你想干嘛你啊 我告诉你啊 打人可犯法啊 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是什么呀 报仇 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买下方达的人到底是谁啊 零我没跟你说呀 周总和威练 我要听真相 你怎么知道 威练为什么忽然接手方达 他背后的人到底又是谁 想知道 就不告诉你 你们害我那么丢脸 你觉得我会被你的臭钱收买吗 买卖都残诚了 赶紧告诉我答案呀 其实啊我也不知道 听我说完呢 虽然啊我跟威练在一起 但是工作上的事吧 她不跟我说 但是根据我的观察 这个人的来路绝对不一般 她不光出手大方 而且还有点位高权重的感觉 一开始我也纳闷啊 你说是什么人 能在这种风口浪尖上 帮林沃把方达的烂摊子接过来 她得跟林沃是什么关系呢 我一开始合计的是 什么金主看上她了 可事情远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关键是金主也不喜欢她这个话 所以 所以 这个人应该就是她的家人 我一开始跟她在一块的时候啊 就老有那种保镖打扮的人来找她 我当时也没在意 可后来一想 没准她真是哪个流落民间的 付加千金呢 我真是错过了一个亿啊 你找我打听这个 不会是想从她身上捞一笔的 这灵活啊枯燥归枯燥 这人其实还是挺漂亮的 你怎么有胆人啊这 这 你不想骗她了 你找我打听这个干吗呀 你不想骗她 高山被孙黎骂了 孙黎刚回公司 就把高山叫她办公室骂了一顿 我主动进去请卖 还被赶出来了 你说这都什么事啊 这是什么意思 你怎么还动上手来了 什么 反正就是情况很紧急 指不定这次高山被开除了 如果孙黎娜这个当把柄 在来个业界通报上 那高山的前途可就好了 我待会儿再看住 高山 你 你怎么样 领活电话 她好像没什么心情留 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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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敲门 敲门 能不能跟孙黎说什么 不要再追究一家策划案的事了 李渭高山 那件事情我也有错 不应该只追究她一个人的问题啊 敲门 你看我干吗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第一 这是你对上次的态度吗 无论从下属还是你以前做过猎头的角度 你都很失败 第二 高山是摩天的人 他们的内部争斗我不想插手 第三 你本来就该受罚 正好送上门来 今天这所有的材料 把上货整理出来 你故意的吧 没错 你应该长点记性了 不然你真的以为 你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啊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 你以为这样 就能逼我认输吗 做梦 不是以为 是你肯定输 因为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 的人是我 不是你 等你在大龙爬得 比我高的时候 欢迎随时报复 不堪意气 不好意思啊 刚有人自了 没关系 你不用可以来一趟吗 没事 刚才我跟孙苗姐 刚好在隔壁的咖啡厅 坐了会儿 她要跑外线 就托我帮她 照顾现小宝 你跟孙苗 真的成朋友吗 是啊 孙苗姐比我大几岁 每次跟她聊天 都挺有收获的 也不知道她这次什么时候能调回来 也不知道她这次什么时候能调回来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 孙总是让我把我叫过去 处理点事 对不起啊 郑婉英找我麻烦结果连累了你 这件事本来就是博弈 最坏的结果我都想好了 大不了就是走人嘛 可是你说过 你的世界不允许有逃兵 不说这个了 还没吃饭吧 跟我走 ou 没外口算了 你不饿 我也得吃饭啊 其实两分五十五秒 泡个面这么复杂 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 生活成本太高 我算过了 方便面是唯一符合我标准的 可笑品 为了让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一点 我研究了几十种泡片的方法 所以你们需要欠你一个米其林奖杯 两年 我一共省了一半美金餐费 接着我就把它投进股市里 隔天翻倍 算是低统金 做以代币不是我的风格 一家的项目我也还没放弃 我打算再做一版方案给郑总 哪怕拒绝 我也要争取一个机会 你呢 什么 五个月的时间不长也不短 但合同结束之后去哪儿 想好了吗 我不知道 我虽然嘴上逞强 但其实我知道 方达的失败对我打击非常大 我也不确定我还有没有勇气 再做回这头的工作 不如留在大楼 不可能 我是不会跟秦胜胜认输的 这不是投降 想要赢 你就得学会忍耐 然后积攒更多的筹码 大龙不过就是一个平台 你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 去做事的 你跟你爸的关系 困扰你太久了 影响了你的思维 还有行为方式 或许只有你亲手撕开这张网 你才能够忽然开朗 再说吧 面差不多了 尝尝 味道很特别 你做的那个事情我会考虑的 还有 那件事情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引 打住 这件事到此翻篇 以后你有困难 我还是会帮你 那既然你以后还要做一家的案子 我那边有些资料可以供你参考 我在办公室等会儿帮你去拿 不能每次都是你帮我吧 还有时间 我跟你一起去 好 等我串面 好吃 早呀 今天要去见他 穿阳光柔外套怎么样 冬天就小萌萌的 搭上高腰裤超显腿长 再来双雪地靴 全身都会暖起来 记得买好牌子的 唯品会上一整套才几百块 上唯品会搜小风暴买同款 品牌特卖就是超值 品牌的 请 秦董 你什么时候落地的 一小时前 小沃那儿 你刚被我骂走啊 心疼了 这孩子就是性子倦 这跟倦不倦没关系 这是原则性问题 他触碰到了大龙的利益 是我的底线 更是您的底线啊 这小窝呀心里有考量 他帮的什么人 郑总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在主宝 跟林我没有关系 高山你不用帮我说 不重要 秦董 您把林我交给我 就按照我的方式来吧 说来也有趣 向来冷酷无情的秦董 碰到自己女儿的事就手足无足 完全失去了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真是一无相一无 那张 你真有把握把小窝全回来 不确定 但只要您交代我的事情 我都会尽量去做 向来如此 你和林我之间的矛盾跟我有关系 如果他过不了我这关 解不开心结 也永远无法跟您和解 所以 这次才让我出眠 先生 你看 你不要说那些客套话 其实挺公平的 因为您的内疚给予我的更多 就像之前 我去看看小窝啊 怎么了 没病犯了 要不要去医院 也成了 走 真的还会关心我疼不疼吗 那一会儿我就不陪你上去了 也没尴尬 那我拿完东西马上就下来 嗯 想不到还有附赞的惊喜啊 知道能不能下次再拿我 突然有点不想上去 行 那还有时间 我们去喝点东西 林我 头发上有东西 你不是威威艾吗 他们怎么在一起啊 喂 是我 正想给你打电话 新消息 秦胜生刚下飞机 晚点要去大龙广州的办事处开会 这么快就到了 思洋 帮我约威威艾 你要见她 不是我 那是谁 大抬创新时间到了 卫文 你怎么来了 不是您说有事要找我吗 您还说要帮我引荐一下秦董 这么巧在楼下就碰见了 我什么时候收货呀 您的秘书给我打电话呀 我赶紧把其他的事都给推了 好 怎么了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我们先回去吧 不好意思打扰了 他们好像认识了 不是好像是一定认识 怎么回事啊 很显然 秦胜生买通了威威艾 让她跟周总一起买下方法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这种招数秦胜生一定不是第一次用 干嘛去啊 放手 我跟她说过不要再来插手我的人生 你放开 你现在过去除了大吵一下 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呀 我不想要有任何结果 我就是要让她知道 不是全部人的人生她都可以操控的 你能不能别无力取闹的呀 我无力取闹 你还不清楚吗 一个人不够强大的时候 他连拒绝帮助的资格都没有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 名义上都是为了摆脱你爸的掌控 当然 你可以过去大吵一架 但是这种事情只会一次又一次的发生 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说了 五个月的时间来 堵一次了 一家的并购案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地 你可以把大龙当作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周转 只有等你足够强大的 才能摆脱你爸的场合 可是你知道 这方面我不是很擅长的 我可以帮你 我也不想隐瞒 那这个案子我是在必得 所以劝你不仅是为了帮你 也是为了我自己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我决定了 接受了 你说得对 这五个月也是我临悟的人生 我原来以为只要我逃得够远 我就可以摆脱这一切掌控 那是不是证明我存了 既然这样的话 我不如面对面地去战斗 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结果 以后你难受的机会也不多了 我允许你呢 小小的难受十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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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秦总 是小姐 你看什么 值不值得这样很危险 我有话要对你说 说什么 我想做一家并购案的负责人 你们把它付着 都不能够住 好 但是想做一件事 我可以啊 那全部都要在做 很好 这边都要做 可以了 好 你们就要做了 可以了 不是这些人 平时说明时间 又记不住格式又弄不好的 你才来不到一个礼拜 就做这么熟悉了 比我做得多好 现在相信你是高材生啊 高材生也要打印作业 一样的 可惜你不会在这里待太久了 你一定会高升的 到时候呢 请记得感恩图报 别逗我了 说不好哪天我就被开除了 那有什么呀 不就是帮孙岩做了个策划案吗 又没什么损失 孙李总啊 是不会抓住你放的 所以呢 你有这个心情 还不如想想怎么报答我比较好 孙总 你可从来都不来帝室的 打印文件呢 孙总 高杉 手段不错 之前是我小看见的 抱歉 我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明天开始 不用来文艺市上班了 我的天啊 我好不会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帮手 你真的是不能开除他 开除 只怕我被开了 他还活得好好的 后天中午去珠海 你和苏源协助大龙代表 去谈一家收购 秦董亲自点名 不要让他失望 好 慢走啊 孙总 还冷着干吗 我说什么了 我简直就是摩天的预言家 感谢您的 感谢您的 高升了 一定要记住谁是你的恩师 吹C 吹C六 孙总 你真让高山去大陆啊 他好歹也是摩天的人 大陆的案子就算再重要 他们也不能干涉 摩天内部的人事啊 秦董亲自致电给罗总 这辩子我能不给吗 那我们就眼睁睁看看高山凡身吧 他属郎的越养越凶狠 到时候印下的案子一做成 他一站稳脚跟肯定会反哟离口 到时候您也会有麻烦 对不起 孙孙 我太着急了 坐 我说过 莫菲 我说过 你性子太急容易落入圈头 这是行业大急 有没有听过一句老话 福祸相依 这一号 是生是死 还不一定呢 林沃要负责一家并购 让高山配合 对 这是他的条件 不是跟你说了吗 他让你休息怎么又回来上班 他跟你许诺什么了 如果要是失败了 不止五个月 他以后啊他要听我的安排 如果要是赢了 我保证不介入他的生活 愚蠢 看来啊 我的心愿要提前失线了 秦董 我劝您不要高兴得太早 输赢早有定数 它不可能翻盘 我会不会有任何事 事先准备得怎么样了 计划中 争取两页之内收尾 好 但愿不要再生什么事对 想什么呢 我在想 林沃怎么会突然之间改变这么大 他不是一向最讨厌跟大龙合作吗 或许这个高山 比我们想象中要重要得多 高山 这个人 不一般 你风翻盘啊 高山 怎么做到的 秘密 小七样 我跟你说啊 一家的这个案子很重要 如果你搞砸的话 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你别瞧不起人啊 我专门带了资料回去打算恶务的 对了 林沃给我打电话了 说让我们去一趟餐厅 为了庆祝你的初步生意 我都那一来 不是我说的 真的 林沃打他电话 走吧 你打算什么时候再跟林沃表白啊 上一次被吴东娜打断 很难受吧 和你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兄弟 你的爱情故事 现在关系到我下半生的幸福 你对吴东娜是认真的 这有这么重要吗 别打岔 回答问题 说话呀 看什么呢 谁啊 认识啊 你先过去吧 给你庆祝 你不许我去算怎么回事啊 我一会儿就过来 这车怎么这么眼熟呢 你为了高山 堵伤了自己下半生的工作 看来他的影响 真的对你很大 他说得对 有些伤口捂得越岩 只会亏来得更加严重 看来我们之间 少不了要有一场竞争了 生活真狗血 哪狗血啊 娜娜 我讲讲呗 高山呢 高山他下班被别人接走吧 说晚点过来 谁啊 不知道 五十多岁吧 看着挺气派的 我来 我来 尝尝 五十年的红酒 今年是最佳隐期 这么贵的酒 跟喝黄金一样 给我这种不懂酒的人 浪费了 秦总叫我来 应该不只是喝喝红酒曾经的吗 威威安的电话 是你安排的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了 触世不惊 直击要害 从不可能中找到威仪的可能 你是聪明人 但是我不太喜欢聪明人 待在灵魂身边 我想 灵魂应该也不太喜欢 您过分干预他的社交 秦总 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你想从灵魂身上得到什么 看来秦总是误会了 看来秦总是误会了 我跟灵魂 只是朋友 朋友 知道今天要为什么叫你来这吗 开门见上吧 秦总 我还有冤 你要知道你面对的不是灵魂 而是我秦盛生 不要试图做一些 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 我可以允许你一次 但绝对不会默许你第二次 看来 秦总是认准了我要投机取巧 攀龙附凤 从你的眼神中 感觉到你的野心不止于摩天 但不管是什么 记住 不要再拿小窝做打酱牌 看来您不太认可野心家 不过秦总我有个问题 大龙一路走来 难道一直清清白白 从来没有淌过一堂浑水 不过 恰恰相反 我很喜欢有进取性的人 这样我充满了挑战 回到你刚才的问题 大龙每一步走来 都踩在悬崖边缘 我做过无数次选择 经历过无数次死里求胜 可最后 都是我赢 那那些失败的人 被你膝下悬崖 粉身碎骨 游戏规则愿赌服输 怎么样 年轻人有相法入局 告辞了 你 秦神圣 总有一天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 对不起 对不起 一直都没有人接 一直都没有人接 我怎么回事儿啊 灵过 你到现在还要自己欺骗自己吗 灵过 奶奶 对不起 我确实对高山有感觉 这又什么呀 男人嘛 又不会影响你和我的感情 大不了 公平竞争啊 公平竞争 我还在这呢 我总觉得不对 要不咱们去找找他吧 万一这高山已经回公司了呢 也行 我总觉得不对 要不咱们去找找他吧 我的心灵 一时却模糊不清 这太痴迹了 明子消失在寂寂 星和铃 迷流 天际不可停 为何是你 你在干什么 李沃 我喜欢你 李沃 从我第一次看到你 从我还没看到你 我就对你特别感兴趣 一个可以从我手里 硬生生抢走摩天奥菲的 漂亮女猎手 接下来的日子里 你无数次拒绝我的善意跟恶意 你既洒脱又倔强 又聪明又愚蠢 人烧着这种 唐晓风说你无趣我不能觉得 我是跟数字打交道的人 又或者说 我才是那个无聊的人 可是我最近总是忍不住 我忍不住浪费时间去想你 我也沉迷于跟你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放弃了性价比 我也不想逃避了 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 我现在脑子很累 我先去看一下达达 来 苏妍应该送她回去了 别担心 她在我才担心 刚才是我冲动了 对不起 我回去等她 我送你 不用了 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呀 你是担心流言蜚语 还是害怕我在利用你 不是的 高山 我现在脑子很乱 娜娜她可能生气了 这次她对你也许真的不一样 你先给我时间 让我想清楚好吗 最近真的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刚刚结束了一段感情 明白 那 让我送你吧 别拒绝了 这么晚了我送你吧 一个人不安全 更何况你这么漂亮 我送你 那个 领我电话吧 我想说什么来着 你不知道说什么就别说了 那我给你唱首歌吧 算了 我给你放吧 我给你唱首歌吧 我有点口渴了 你等会在前面停一下我买杯水 哦 好 你坐着休息就行 我去给你买 谢谢 你在这里等我吧 丰能资源选择了别家 怎么可能 我和李总都快签约了 千真万确 你老板 也就是我老板老板杰森 亲自下的通知 要不然你去问问他吧 怎么回事啊 一定是卢东搞的鬼 肯定就是这家伙 太恶心了 居然为了谋取职位 使出这种应征 你去哪儿啊 我去找他算账啊 坐下 我气不过 那你说 难不成你就这样忍了 他们太欺负人了 你没有证据 你现在过去 不但解决不了问题 还会把画饼落给人家 那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 卢东把属于你的东西 给抢走吗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考虑的了 怎么样在最快的时间里 找到一条新的生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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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间灰色的装着 你就是我沉溺 在认识的名课 谁而不得 我说就知道 我说就知道